回去准备准备完 还准备完期 这一包一定要注意 你怎么不在我这 你怎么坐到我这 出去 给我出去 看到没有 这种就是典型的精神病房 看到没有 这种就是典型的精神病房 来 站起来 起来 这晚期 最后一个月 加大几两 多吃药 你还知道回来 让你去陪王上 你死到哪去了 两百万的彩礼 我告诉你 要是王家毁魂的话 我跟你没完 反正老娘也就剩一个月的 从今往 谁也必须欺负了 苗苗 这是你王阿姨 以后就是你的新妈妈 这是姐姐坎儿 叶美您好 苏苗苗 以后这就是我和我妈妈的家 所有属于你的东西 我都会动 你干什么 爸爸说了 以后这就是我的落室了 而你 只会睡在大股间 谁让你妈妈不挣钱 死的胆 我该给你弄位置 你这是什么 我告诉你 赶紧去跟王上道歉啊 我警告你 你要是这么喜欢 你就自己嫁回去 要是再敢挡我的 就不是这样这么简单了 苏苗苗 你现在不分尊败啊你 我就教训你我 苏文飞 我苏家大小姐 你一个小三上位的 跟我谈什么准备 你配吗 苏苗苗 你得意什么呀 我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嫁给 沈氏集团的沈三爷了 到时候 我一定要让爸爸把你赶出去 我才是苏家唯一真正的大小姐 沈三爷 苏伊可 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吧 你要是有这钱啊 就去医院看看脑子 一家子的神经病 你 妈 那个这人跑了 王家的钱怎么办呀 先不管这个 沈三爷是怎么回事 妈 我跟你说 我在去神经酒店的路上 碰到了沈三爷 他不知道怎么地受伤 我就把他送到了医院 真的 那 那他有没有说怎么报答你 还不是你催的 三爷还没醒就把我叫回来了 还不就是苏苗那么忍妇 不过 我给医院前台说了 说我是苏家的大小姐 他醒来肯定会知道的 真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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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人是苏小姐吗 你们是谁 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我们总裁在盛景酒店 被一次伤了 被好心人送到了医院 听过时说 那个人自称是苏家大小姐 苏家大小姐 苏苗苗 你得意什么呀 不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嫁给沈世锡堂的沈三爷了 到时候 我一定要让爸爸把你赶出去 哦 苏家大小姐 你们总裁是谁 沈总 沈三爷 昨天就是苏小姐救的我 看来是苏一可那个白莲花救的人 那我就不客气了 是啊 那么作为报答 苏小姐可以提一个要求 我希望 你永远都不要出现在苏家 永远 你别给苏一可抱上你的机会 我倒是有更好的想法 完了玩大了 这就是你说的更好的法子 是啊 嫁给我 往后你就是沈夫人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是很好吗 如果 我想结婚呢 这沈家没有名字 只有丧 跟你开个玩笑 我怎么忍心这样对待我的救命 苏淼淼 你死到哪去了 你要是不回来 就永远也不要回来了 你刚刚说 我想要什么都可以给我 嗯 我想要 两百万 两百万 这里是一个亿 我还想要两个保镖 这就是苗苗吧 找个真漂亮 你这手要是不想要 我可以帮你做 苏祖的女儿果然带劲 这 我还不敢去 这样吧 两百万 让你女儿 陪我一份 好好好 往上我满意就好 那我们的合作 这可是我的中山大师 你怎么不问问我呢 那好啊 苏小姐 想多什么 我想要你们去死 给我砸 啊 苏淼淼 你疯了 我没有你也赶紧给我撑下来 哦 忘了 连他也给我一直打 苏淼淼 苏淼 苏盛天 你的女儿还给你自己留着 我可恶福销售 这有合作的事 我看算了 啊 妈 真扫兴 你哪来的钱 这里就关不着了 是 至于这钱呢 我都已经回你了 因为后来就别再打了 否则 好 你以为王上 能给我们苏家带来的 就只有这二百万了 王家 表格苏家的合同忠实 给我们苏家带来的损失 你知道有多大 是啊 淼淼 你怎么不记败吧 铁个死绿杉在装什么 你这么孝顺 你自己伺候王上来 你 我肯定要比你孝顺 对了爸爸 我忘了跟您说了 前几天 我不小心救了师傅三爷 要是咱们家 能拿下和沈氏的合作 你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还特意说了 我是苏家的大小姐 爸 您放心吧 只要我去说了 三爷一定会统一 跟我们家合作的 好好好 真是我的好女儿啊 还真是她说什么 你都信 不如这样 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赌什么 要是你能拿到 沈氏的合作 我就去给王帅 低头认罪 认他处置 好 这么激动 我还没说完呢 要是我拿到合作 你们一家三口 就向我妈的房子里 滚进去 爸 答应他 我可是三爷的救命恩人 我一定会拿到 和沈氏的合作 你好 我找沈三爷 什么有约吗 没有 不过我是苏家的大小姐 你跟沈三爷说了 她就知道了 精神病院在1310的婚交 出门拨宝是婚交让牌的 你什么意思呀 我可是沈三爷的救命恩人 识相点赶紧让我上去 否则的话 等我成了总裁夫人 我就开除你 救命恩人 前几天在盛林酒店 救了沈三爷的救命恩人 原来沈三爷已经跟你们说了 现在我可以上去 不可以 保安 保安 把他赶出去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总裁早就和真正的救命恩人 几乎 总裁夫人可比你这种货色 这么厉害 什么 不可能 我猜是三爷真正的救命恩人 三爷 三爷 孟子 真的是想总裁想疯了 总裁夫人 刚刚还真来了一个冒充女呢 是吗 总裁夫人好 你好妹妹 我能麻烦你个事吗 总裁夫人请教 是这样的 自从我救了沈三爷以后呢 就多了很多人出来冒充我 所以我才不得已把这个结婚证带过来的 你以后可要多看清楚 不要什么人都放进来 打扰到总裁 夫人放心 我明白的 那我就放心了 那种人我见多了 一看就是拜金女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你刚刚在聊什么呢 没什么 刚刚出去那个人是谁 怎么感觉有点眼神 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来了 人家等了你好久 等我 难不成是太想我了 才不是呢 只是 我有件事想求你 我说过 你是沈夫人 想要什么都可以 我想 我想 我想和你谈一下苏家的合作 你要是不答应也可以 我就只能 不用谈 你想要的我都可以 妈 我不活了 他们竟然说 三爷找到了救命人 真是气死我了 居然敢有人冒名你的功劳 也不知道是哪个没爹没娘的小建筑 一天到晚就要出去勾三大四 你还知道回来 怎么 替爸爸拿合同也叫勾三大四 那我就把他还给三爷了 你真的拿到合同了 是不是真的 爸爸打开看一眼就不知道 不可能 爸 这不可能 你别信他 闭嘴 洋洋气苏家办的保释不行吗 你再多说一句话 跟我过来说宋家 苏苏 你真是爸的好女儿啊 这合作怎么拿到的 别废话 合同既然拿到了 房子应该还给我 苏苏 你们是一家人吗 我既然能拿到合同 自然就能收回去 爸 跟我讲一段 你着什么急啊 听说这个沈三爷 这周日专门举办了宴会 就是为了向社会名流 介绍他的新妻子 到时候只要我们能去那个宴会 当面揭穿那个所谓的 总裁夫人的真面目 到时候沈三爷一定会修了他 然后迎娶你啊 对 一定会 苏苏苗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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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空 我爸腿断了 我妈送他去医院了 我姐不放心我就跟进去了 这么巧 对 其实 我也没有那么在意身份 要不 这个原因咱就放 怎么 你就这么不愿意承认 你是我沈阴慈的夫人 我不是 这个 这个你穿好看吗 你喜欢绿色的 路淼淼 刚刚是我误会 没想到你这么着急解释 你放心 周日的晚宴 我一定让所有人都知道 是我的夫人 不跟你说 我先走 别忘了 苗苗 邀请韩的是怎么样呢 你姐姐的事 是个大事 爸 你放心 再说让你多去 好 那就好 我先回去休息了 九块九 给我做三家一钱吧 亲亲 十九块九已经是苦折价了 便宜不了的呢 那算 等等 看见那么诚心就卖您了 不知道在三爷的宴会上拿假的邀请函 会怎么样呢 这里 这哪个傻瓜会相信三爷邀请函这么厉质 果然九块 美好 这邀请函 其实这个 这邀请函挺富贵的 还像金边的 不会是三爷的东西 啊 是啊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这下 就没有人在晚夜上揭穿我了 这次的宴会很重要 有不少人想要换解 你们可要好好检查 尤其是邀请 特别什么人都放进来了 好 好的 这不是夫人的爸妈吗 快点看 单污入见三爷怎么负得起责任呢 哪个假的还这么嚣张 不可能 不可能 爸你快让那个箭子滚出来 宝恩大哥 你看是这样的 我们的女儿刚才进去了 你要不先放我们进去 让我们把他找出来 我认识他们 放他们进去 一切都安排的这么好 他们应该进过来了吧 一切都安排的这么好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有点紧张 贱人 原来是你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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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难怪你能拿到合同 难怪你要给我们要起开 原来是你冒利了我的功劳 我认识你 一直以为 我终于可以拥有幸福 可是为什么你们还是不肯放过我 贱人 你在说什么呀 你快告诉三爷 我才是他的救命人人 姐姐 小时候 你说你喜欢我的房间 我就搬去家务建筑 你说你喜欢我的衣服 我就只能穿你剩下 只要你喜欢的东西 我全部都让给你 因为我没有吗 没有认同 那要怎么样 可是姐姐 三爷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可不可以不要跟我再抢三爷 不是 在我的英语上放肆 西伯省家无人吗 不是的三爷你误会了 那天在升九年是 姐姐 医生说我只有一个月的活动 你们可不可以放过我 这是医院的电话 你们觉得医生会骗人吗 你们觉得医生会骗人吗 苏小姐您好 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您没有任何问题 完了这下死定了 医生说 我只有一个月的活动 你别怕 我一定会治好 三爷 你不要信他 他一定是骗你的 原来他都得哀症了 他有必要骗人吗 给他道歉 是三爷 这都是误会 这不过是他姐妹之间的玩笑而已 你看 要不咱们去会客厅想谈吧 爸 爸 我知道从小到大 你就更平安苏一可 但是你别忘了 现在是我嫁给你 爸 你想要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给你 你可要考虑清楚 沈三爷 沈三爷 是这样的 苗苗这孩子吧 从小就不懂事 长大了之后 更是学会说谎了 这是我们叫你一方 苗苗 你可不能这样 你还是快把实情都告诉沈三爷吧 嗯 贱人 你以为你嫁给了三爷去高枕牛肉吗 三爷 你当初那些的预备还在我家 苏苗苗 你有吗 这就是你说的音配 当然了 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你真是宁愿不宁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 鱼片 封鱼片回给我 这些算好了吗 我已经把鱼片扔掉了 干得不错 毕竟 毕竟 沈三爷是苗苗旧的 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 好啊 你们一起陷害我是吧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苏一口 你要是再胡闹 给我管出宿家 零话前 一问没有 苏盛天 你总算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我就知道你是一心偏心的个贱人的女儿 我告诉你不能够 你要是敢把我的女儿赶出宿家 就把姜温眼的依族公布出来 大不了怎么一把一把一把 贱人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杀了你 现在你满意了 你不要把家里闹得金城不宁是不是 姐姐 我又没有想到爸爸和阿姨会吵架 你可千万不要误会我 苏苗苗 你死定 贱人 我倒是要看看 你的脸毁了 你还怎么够一三爷 放 我的脸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去看一下姐姐 姐姐生气吗 我会把你们对我的一一还回去 刚才你是故意的 你陷害我 我的好姐姐 你还真以为我好欺负一场 我真的以为我不要再算他 不然啊 我只会让你这么十钱 苏苏 没事吧 你完蛋了 那可不 啊 嗯 姐姐 姐姐他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怪姐姐 我没有要说什么事 我一定要你苏家全家陪走 我没有 我没有杀他 他是装的 爸妈你们快看他是装的 苏伊可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混账东西 苗苗又一个三长两短 你就别想活着 妈怎么办呀 我明明都没碰他 怎么诬陷我 是小看那个小贱人 可儿 你等一下赶快去 苏苗我道不歉 妈 连你也不相信我 让我去给那个贱人道歉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脑子东西 你想想看 你刚没有揭穿他 他就生病了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倒要看看他是真生病 还是假生病 三爷 是刚刚我太激动了 我误会了的妹妹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宁愿替妹妹收拾 三爷 我有点冷 跪 三爷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让你跪下 你没有听见 我一定要在里面待多久 你就给我跪多久 姐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我会把这些屈辱 一一还回来 我会让你像狗一样 十三爷 已经正常时间了 苗苗说不定都快好了 要不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 妹妹 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 妈 医生啊 苗苗他得了癌症 医不得那么多血 要不给他做个全身检查吧 癌症 癌症 是啊 难道 他没有得了癌症 这些都是骗我们的 你们还知道他得了癌症 那还不好好照顾他 他现在 急需要数学 怎么可能 你就是被误诊的精神病患者 送苗苗来 你放心 你没病 不用担心 我有病 是这样的 医生 我被误诊的这些天 我老公再也不出去找 我爸妈也不打我 这些日子 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 所以 可以晚点再告诉他 好 既然你们都是他的家人 那就看看谁能给他出去 我 我不要 那个渣人死了关我说事 全部带走 给夫人 给夫人出血 妈 救救我 再抽下去我会死的 不要 不要抽了 不要抽了 继续抽 抽到为止 放心 精神行马上就回来了 到时候 无论是水三爷还是苏家 都会是 中之物 江盛喜 是谁呢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的 这就多亏了苏苗苗那个早死的妈 江温娘这个贱人 她连自己父亲的养子都敢下手 跟江盛喜两个人不清不楚的 这个江盛喜 要是知道江温娘还有个女儿 那还不得走到天上去 那等她回来我们请不去 傻女儿 你是江温娘的亲生女儿 至于苏苗苗 不过就是 B.C.原配的 我猜 妈 还是你聪明 可是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我都等不及了 白症那么痛苦 我们让她家庭子 便宜 苏苗苗苗 你可别怪我 谁让你勾引我的十三爷呢 所以可你可真是迫不及待 你说 要是这一针药扎进你的身体 会是什么样的 你敢 你要是敢碰过的话 苏家绝对不会放 不会放的 你要开始 反正我也躲不了多久 大不了 让你跟我一起去 你这个疯子 苏淼淼 我们等着笑 撤破了 一杯营养液就下成这样 我敢来招 苏淼淼 来吃药 你一放那 我带着就吃 苏淼淼 如果你直接不吃 这 其他的方法 我吃 我吃就是 阿 谁 我出去 走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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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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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戏要开始了 好可不挡大回拍 臭 能管你斗不过四年 你说什么啊 你到底是谁 这什么 索拉菲尼防止癌细胞扩散 你想说什么 这个要是苏淼淼扔了药 证明他根本就没有病 所以不敢吃 我要是就去查查苏淼淼 苏淼淼这起死病 苏淼淼根本就没有病 这下的死病 现在就是拆穿大 真的 不着急 咱们要想办法在所有人面前拆穿大 这样沈三爷和你爸才会彻底延期的 还是你独 不过 不过 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帮在 你要是敢把我的女儿 盖住宿舍 就把姜文艺术公布出来 打批了这么一派一次 我妈的业主到底是什么 你不要难过 我会帮你解决所有不开心的事 真的吗 当然 从来不撒谎 沈彦慈 我想回家了 我不想待在这里了 如果有任何风险 我随时把你送回来 天 沈彦慈 你最好了 我最喜欢你了 不管真相是什么 我一定会拿回属于我和妈妈的东西 听说你们要出院 我有事情 需要单独跟病患交代一下 我是苏苗苗的丈夫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好 苏苗苗小姐 我有关于你癌症的事情要跟你说 您确定要让你先出院 沈彦慈 你先出去一下 班医生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苏苗苗小姐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家里就根本没有你说的满餐 为什么要让我和你一起骗人 你觉得骗人很好玩吗 我不会再和你一起骗人 白医生 我知道我不该骗你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原因 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不想听任何借口 请你放开 我还不反复 放开 白医生 作为医生 为患者治病怎么能拒绝 说吧 白医生 你终于肯听我说了 我知道 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无耻的骗子 可是 我有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能不能 请你再帮我一次 走吧 我们回家 你们找谁啊 你们说谁啊 这不是苏家吗 啊 你们找错地方了 这里不是苏家 你叫苏生人家出来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苏家 到底还让不让我夫人进 我都睡啊 我都睡啊 大家都能看看呀 他们看我这个老婆子好欺负呀 有抢劫呀 还有没有天理呀 现在这年轻人 天天就丧尽天良呀 现在你以前一天天就想着不老儿子 连老人也去 就不怕天打雷批 快给老奶奶道歉 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看着人模人样的一点素质也没有 那行 我们还是回去吧 可能他们不太想让我进去 没事 我都习惯了 快了呀 你听刚才把我找到 我现在腿等腰等 全身等 你们把我死了呀 都死了呀 王敏为了吓害我 真是煞费苦心啊 我知道 我知道都是我后妈不让我回去 我不回来还不行吗 不要为难我好不好 这个小贱人 胡说八道 闭嘴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 后妈让我给她洗内衣 让我给全家做饭 这些我都忍了 我只是想有个家而已 可是现在也实现不了 因此 我们还是回去 原来是坏人变老了 昨年这么多 也不怕下地狱呀 老不死的 你就知道欺负小姑娘 快给人家小姑娘道歉 你们竟敢欺负我 你们都等着 我让我女儿 把你们叫死 女儿呀 你快来 你妈都快被她们欺负死了 哎呀妈妈妈妈妈 快起来 淼淼 你回来就回来吧 你干嘛抓住我妈呀 快回去 她就有人现象 苏淼淼 你的孩子要到头 苏淼淼 去死吧 爸 别烫 苏淼淼 我姐看你 你 我姐看你 你 你 你干嘛 苏淼淼这个贱人 竟然敢推我 我等不及了 不了他现在就死 苏淼淼 你也太狠心了吧 可必正是你的姐姐 你这是要让他去死吗 太小肚鸡肠了你 阿姨 没想到你们为了让我离开 温馨伤害自己的身体 我是放心不下爸爸才回来的 我只想好好地待在爸爸身边 好好孝顺他 我不会妨碍你的 苏淼淼 你演戏给谁看呢 我告诉你 苏家的一切我都会做过来的 哥 我还没死呢 就想上苏家的财产 有一天不顺你的意 你还不得杀了我 爸爸 你不要怪姐姐 姐姐性子向来治水 苏淼淼 你这个贱人竟然敢陷害我 鱼上高了 我这女人 还轮不到你来欺负 苏淼淼 你太不像话了 我看你最近不要去公司了 还是在家好好反省反省 姐姐 样子也是为了一时保护我才这样的 你千万不要记恨她呢 我都好姐姐呀 属于苏家的一切 迟早都会躲过来 姐姐还是不肯原谅 我看我还是走吧 淼淼 不管了 行都机场 什么大事也做不了 坐下吧 好的爸爸 啊 那个贱人就交给你 妈 你呀 你 换 我一定把你去跟出去 还我命来 苏苗苗 还我命来 就是你害死了我的女儿 一个小亲人 要搞什么鬼 王娟 没想到你自己过来 既然这样 你就过来陪我 过来陪我不好吗 那个温柔 你给我过来 救命 怎么了 你们在干什么 怎么回事 我屋子里怎么会有人 难道是 你想陷害我 你在 我说什么了 我妈 我妈她只是喜欢你 所以想晚上来看看你而已 原来 你晚上喜欢穿这种衣服 我倒是没什么事 就是害怕 吓着爸爸 妈 你也狮子 你怎么穿到这样了 下次别这么穿 行吧 明天就把你妈送了 这什么天 要不然你就给你妈一起 苏苗苗 我们躲着墙 爸 我闷到我妈了 她说她想你了 下次这种事 别再说 爸 我妈妈说 她很担心你的身体 想让我帮帮你 要不 我进公司帮帮你 你是害怕 我常走的宿舍吗 爸 我一个家死之人 要公司有什么用的 苗苗毕竟是我的妻子 如果公司 有苗苗来掌管 我愿意再投资一个衣服 好 我明天召开武功大会 宣布这个好消息 苏苗苗 没有人可以抢走我的东西 妈 苏盛天那个老东西 竟然要把苏盛天给苏苗苗管理 那我怎么办嘛 你放心 这股东大会 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 对啊 到时候 大家就都会知道 苏苗苗就是个骗子 苏苏苗苗 这次你死定 生日子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 都是我妈妈亲自调选 现在终于有机会 健康 苏苗 苏苗 只要你喜欢 我可以为你建造三个 四个宿舍 诸位 今天我打算 将苏氏集团 交给我的爱女 苏淼淼来管理 妈怎么还没有来呀 既然这样 妈 我不同意把苏氏集团 交给苏淼淼接管 因为她根本就是个骗子 你说什么 盛天 苏淼淼一直在骗我们 她根本就没有生病 她这么做 就是为了要夺走苏氏集团 小姑娘终究目光短浅 难成大事啊 这件事如果透露出行 会对我们苏氏集团的信誉 造成很大的打击 苏总 不能让苏淼淼上任啊 你这个贱 你一直在骗我吗 我 爸 爸 苏氏本来就是我妈妈一辈子的精血 我接管苏氏和其和 放心 和通都已经签了 我劝你 还是好好回家休息休息 好 说得好 说得好 苏淼淼淼 我看你在这个位置上能做多久 沈三爷 苏淼淼这个女人满嘴谎话 她根本就不费做你的夫人 晚安 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 神经病 够了 我相信你 怎么 我夫人没生病 你们不开心吗 不敢不敢 初始由崔小姐管理实至名归 我们新月才赴 是的 你们 苏总 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处理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带我夫人先走 没事 没事 苏家竟然要被这个贱人管理了 妈 我不甘心啊 早知道 早知道就早点揭穿这个贱人 根本就没有抖病的这个事情 别说 别说 妈 你捏头我了 你干嘛呀 你们都知道了 是不是 要不是你们 我们苏氏 怎么会轮到那个女贱人牵手呢 这是温雅的女儿 不是 这就是温雅姐的男朋友 舅舅 原来你们苏家的人 就是这样对待我们江家人的 苏胜天 我看对苏家的帮助 也该停止了 不是的舅舅 这都是误会 都怪那个苏苗苗 沈彦泽 你是不是还在因为我骗你生气 对不起呢 傻瓜 你放心 以后这种事呢 你早点告诉我 我方便为你善后 沈彦泽 真好 可是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这是一个秘密 总之 你们不要再这么冒险了 你只要乖乖地站在我身后 我会保护好 这不是我想象的 实验词 会不会一步一步的跟你站在一起 好啊 啊 实验词你干嘛 你放我下来 不放 除非你叫我一生老公 老公 你放我下来 老公 你会苏佳拿东西 对我们交付 嗯 对不起 梅梅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救抢 如果梅梅找到了 真正关心梅梅 爱梅梅的人 你放心吧 梅梅 相信我 我不会再有机会 让你说到日子 不 海迈 梅梅梅 哇 苏妙妙 如果还想要苏氏的印章 就来医院找我 对了 我要吃流香斋的包子 记得给我带来哦 真有人自己主动送上门 苏苗苗 我要你被自己的舅舅折磨至死 舅舅 苏苗苗不仅抢过我十三爷 还让我爸误会我打我 你要是再不来 你恐怕就见不到我了 放心 我一定会把主案里的人 全部处理掉 姐姐 你的品位果然不错 包子真好是 你敢用啊 早点东西还敢来我这炫耀 你怎么不去死 姐姐 你误会我了 我是专门来感谢你 给我送来的这么好的朋友 可是我来医院的路上了 发现别人不能吃包子 我就只能把那两个包子全吃 姐姐 你这么说我会伤心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要不是你 沈三爷怎么会误会我 你快告诉他 我才让他的救命人 否则的话 我一定不会抱你了 姐姐 你可要小心一点 万一胳膊睡坏了 让人尿你了 哎 啊 苏苗苗 救命啊 嗯 苏苗苗 你找死了 我放开我 可能西安 沉江上 有人 誓言 不分 各路要去到大里 才算爱的 认真 可能谁说 苏苗苗 你去死吧 苏苗苗 你找死了 你放开我 啊 苏苗 江总 请你自嘲 我居然 就把他错认成苏苗 苏苗苗 离谁言之原谅 否则 下次我就不知道 你能不能这样活着出去 啊 啊 啊 江总 你这么对我 就不害怕沈英子找你吗 哈哈哈哈 我倒要看看 我们人 到底是谁先死 苏苗苗 我就不知道 你有什么能力 能和我江家作对 我没有 江总 正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烂面一条 所以我什么都不害怕 你呢 你就舍得让苏苗苗去死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连沈彦慈都不在乎了吗 若是他要知道 你没有救了他 你猜 我不知道你再说什么 我相信 倒是够聪明的了 但是你动了不该动他东西 屁会叫他 你想的 这个女人竟然不是的 舅舅 我一定要嫁给沈三爷 把偷走可儿玉佩的人 找出来 我号码 需要 我把你牌 nour build 你能够 我介绍你 我把你帮你 猜 我把你帮 我把你帮你帮你帮一帮你帮我 每次見你你總是受傷 下次再這樣我還要收費 不好意思啊白醫生 又等一天 別動 如果沈三爺知道孫苗苗出軌 這個是我的影片 下次有事直接聯繫 謝謝你啊白醫生 下次有機會一定請你吃飯 奇怪 怎麼跳得這麼高 看來該檢查一下 蘇苗苗 蘇苗苗 你死定了 去哪兒了 沈燕子 你怎麼在這坐著 我問你去哪兒了 沈燕子你能疼我 疼 像你這樣的人也知道疼了 你知道我看到你跟別的男人在一起 我有多疼嗎 什麼別的男人 你把話說清楚 我怎麼能跟男人我 幫你問一下病例的也是他 我都要看看 被醫院知道他造假 他還怎麼當這個醫生 不要 不要 怎麼了 心疼了 還說你們沒關係 蘇苗苗 你們什麼總是不能跟我說實話 實話 沈燕子 連你也不相信我 對嗎 好 那我跟你說實話 實話就是我跟白醫生毫無關係 還沒有你 沈燕子 我們還是都冷靜了去 你說 我真的做錯了嗎 總裁 你要不要去活動 或許他真的有能源指 我們是也有時間 明天 幫我給苗苗安排一個驚喜 好的 第二總裁 林家那個要回來了 我怕他會為難 讓林家看好他 否則 讓林家消失 我 我 你 你 不要說就別說了 反正你也就是我 屁 不要 這次 是我錯 我不應該不相信 還有呢 還有 你量量我好不好 小燕子 我们 可不可以给对方先做犯错的机会 如果 如果我犯了错 你可不可以不要一下他们死心 好 苗苗 以后别人说的话 你都不要信 你只要相信我就好了 大高 那个秘密还是找机会告诉他吧 哎你慢点吃 怎么了 水燕子 我们以后不要到这家吃蛋糕了 这蛋糕里面竟然有石头 还好我咽下去 什么 你咽下去了 怎么 你不会把戒指放到蛋糕里面了吧 沈月子 我肚子疼 早晚 快点 对不起 秘密 老板 车坏了 没事 过两会就好 找死啊 要死一邊去 十萬車給我 啥意思啊 二十萬 這有二十萬那好吧好吧 對了都有頭盔也給你嗎 劉鵬 怎麼樣好了嗎 太好了 不好意思啊三爺 你戒指掉你 你快 你们住手 给我松手 燕慈哥哥 竟然为了你警告林家 苏淼淼 你给我等着 你们住手 你给我松手 他先放我就放 听什么我先放 你先放开 我手到三 三 你别生气 我已经放开了 我 我才认出来才是老婆 抱歉 这时再跟你认了 老婆 你别生气了 否则 我现在就请你了 你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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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得去看一看 该死的苏淼淼 等我出去一定要将你臭子女屁 到时候沈三也是我的 舅舅也是我的 想不到堂堂苏家二小姐 还要被地里骂人呀 你是谁 你好 我叫你若飞 是颜慈哥哥的青梅竹马 常听她说喜欢你呢 可惜呀 因为苏淼淼救过她 所以她不愿意说出来 真的 沈三爷说喜欢我 他还说什么 他还说 稍等接个电话 是我一个闺蜜 喂 什么 我特别讨厌的人 那可能要去暗网找了 那里面呀 人均985211 现在杀一个人啊 只要999999 什么还嫌贵呀 那你提我打五折 好 我现在去把网址发给你 我现在去把网址发给你 苏淼淼 你死定了 苏淼淼 到底有多少人喜欢你 沈彦泽 你不会吃错的 我才没有吃 我只是怕会影响我们沈家的生育 这样呢 你放心了吧 我才没有不放心 我才没有不放心 我只是要去跟别人谈生意 你们陪我一起去 去买几身衣服 如果是他 我是不是 也可以相信一次 这几个 这个我看上了 包起来了 我要这件衣服了 我不会介意吧 不介意 你请便 包起来了 这个我也要了 后面 他选的所有的衣服都要 那这些呢 我也要 穷鬼就是穷鬼 只有看法 这下够了吧 他买这些衣服的钱 苏小姐以后有这种事要常来 你们耍我 我又没说要买 我只是看看怎么会有这么丑 谁想到你眼光这么轻 习淼淼 我告诉你 我想到不管是什么 我都要你 你算哪根错 凭什么你想要我就一定会哭 公主并拖延酒吧 会成绝症 牙尖嘴利 以后有你哭的声 小叔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拿下燕丝哥哥 你来干什么呀 你来干什么呀 我陪我们家三爷车来应酬 有什么不对吗 三爷 认识您很高兴 你干什么 不是服务员 抱歉抱歉 我以为包厢里能出其旁的都是服务员 这个贱人是故意的 三爷夫人可真是有趣啊 听说你给我家菲尔有些小矛盾 还希望你不要计较了 怎么回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苏小姐忍痛割爱 把她喜欢的衣服让给了我 我又选了一些商品 总共花了三十万了 他就是为了五千块钱的提成 你说他要是为了我好 干嘛不提前告诉我 我 试试 燕子哥哥你 算呀 三爷 你恐怕忘了吧 您和我们家菲尔三岁的时候 还玩过过家家呢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白莲花没能我半天 还想给沈燕子告状 结果沈燕子根本不认识他 其实也没关系 年轻人嘛 相互重新认识一下 也行啊 至于小女孩之间有点摩擦 那也很正常 林总 诽谤 可消负法律责任 就算我夫人赚了钱 那也就能说明她的能力强大 至于什么 联合售货员骗钱了 这要是传出去 也不是要说我夫人先认跳 今天 看在您面子 可以 但你绝对没有下一次 燕慈哥哥 明明我才是受害者 苏小姐跟服务员 碰了我三十万呢 你还像着苏小姐 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吧 没错就是这样 三分无辜 三分清纯 三分美艳 一定能够吸引三爷的注意 没有 沈燕慈纯纯的见察大师啊 今天这顿饭 我心里 但仅此一次 若是让我知道 我夫人在这边 就别怪我不留情愿 燕慈哥哥 苏淼淼 我不感动 有人感动 沈燕慈 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苏淼淼 你听好了 你是我沈燕慈的女 绝不可能被外面那些 阿摩阿威随意接 沈燕慈 真好 傻瓜 你可是我的老婆 可是 总裁 总裁 早了 公司的网络被人攻击了 你先去处理事情吧 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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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江家这么快就出手了 你们想干什么 我身上可没有钱 小美人 快漂亮 反正这也快死了 不如让哥几个玩一下 老婆 从小美的人 老婆 死定了 咳咳 从今天不过 没有人放你 宋三 我们明明已经找到做的众物的人 又何必大法就张 去派宋明廟和别的男人呢 宋三可不会为救命之分 娶一个女人 我要让宋三彻底放弃 宋苗苗 宋月 告诉可儿 不要再去暗网了 我会把他想要的一切 亲自送给他 是 宋小姐 这就不是你干嘛的 人啊 就不应该是 宋三彻底部属于自己的东西 宋四彻底部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都不过 尽管中这也是 可不可以把我的心 别整理 啊 竟然是真的 怎么会在这里 别算起来 快快去忙 你们玩的够了吗 你听我这事 宋淼淼 你都被周间带床了 你还想几个三个人 我要是你 早就没脸见人了 你 闭台 全都给我滚出去 宋淼淼 三爷让你滚啊 听见了没有 你动手不擅 谁给你的胆财 敢诬陷我夫人 还敢动她 全都给我滚出去 谁敢知道 你听我就是 我跟她什么都没有 我的娘们我有个善人 当然相信 反倒是你们 你们怎么知道娘们在跳 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 我谁家绝不会善罢甘休 三爷 你不能相信这个贱人 本来当初嫁给你的应该是我 你看 这是当时我教你什么的玉佩 小小姐 不管你想干什么 注意这 明明 明明 你没有骗我对不对 只要你说 我就信 十年子 十年子 我不想再骗你了 我们得放 离婚 所以 你现在只想跟我说离婚对吗 对 既然已经这样了 我们好聚好散 好 苏苗苗 你别后悔 苏苗苗 我还没计较 你竟然要跟我离婚 孙苏苏苏释终究竟是玄结 变不着 虎 三爷夫人的位置最终还是我们 这就是跟我抢东西的下场 你竟然 mover�� 为什么还要认责 我们给你们办了很大的酒 他不会原谅 没事谁你怎么知道 既然还喜欢 那就去试试 即使失败 谢谢你们 我就行 还是什么 你说 他为什么能跟我离婚 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三哥 你也有这一天 你快跟我说说 让我当心 不 让我给你分析 他 苏淼淼他骗我 其实我也骗他了 当初 当初其实我是故意在那等他救我 只是为了 为了什么 不能说 不能说 万一 苏淼淼他不要我 你说 他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是不是我变丑了 三哥 要我说 你就是经历的太少了 幸好我把这个别给你叫的 喂 快到了吗 到了 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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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这种处处留情的花心大少爷不感兴趣 让开你等着我回家路 哈哈哈哈 啊 美女 再装下去可就不讨喜了 给你个机会 跟我走 走我女朋友 好啊 那你再过来点 我就给你走了 哎啊 谁呀 哎你你哎我你哎啊 原来这就是林小姐啊 你是个有趣的人 那既然三哥不喜欢 那我就收啊 谁叫了你真的就那么重要 哪怕你对我有一点点的喜欢呢 他 为什么 我三哥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就不劳烦林小姐杀匪苦心了 要不如 你跟我怎么样 我绝对不给三哥差 你出去 你再不出去 我就要叫保安了 怎么还要装啊 你这种女人是不会得到我三哥的喜欢的 而且我告诉你 你只不过是我三哥刺激他喜欢女人的一个工具罢了 你一个可以随时追调的肺 即使是这样 还喜欢她们 像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自私烂情狂妄自大 我就算是嫁给你投猪 我也不会选择跟你在一起 哦 哦 哈哈哈 那咱们就打跟着 就是三哥 会有配方你让 你想干什么 安心 我是绝对不可能上海像你这样美丽的女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哥 我跟你借个人 你不介意吧 是 很带走 除了他啊 我谁都不要 沈云慈 沈云慈 野鸡装修还是野鸡 我要是你的话早就滚出去 他们还有脸过来 沈云慈 爸 宋练练 宋练 宋练练 宋练练 你根本就没有信 我竟然以为你还会回来 燕子哥哥 那勾三大四的贱人有什么好的 我才是最配得上你的那个 兄弟 你 呀 宋练练练练又坏了我 你下地狱 哗 你们干什么 建日 建日 我一定要把你赶出去 哈哈 哈 哈哈 哎蘇小姐 聽說你的功勞都被他搶走了 你到底想幹什麼 你是真蠢啊 你看不出來你已經沒有插錯的餘地了嗎 你以為誰都跟你一樣見一個愛一個 我告訴你只要他一天不趕我走 我就一天都不會放棄 誰像你一樣連嘗試都不等 等心 沈彦慈 為了你我可以勇敢一次 你可不可以等等我 林若菲 我好像真的有點喜歡你了 沈彦慈 沈彦慈 你還是放棄 沈彦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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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位我要跟你說 沈彦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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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彦慈你發燒了 沈彦慈 我走 我不用你管 沈彦慈 你能不能不要這麼小孩子脾氣了 你真的就這麼討厭我嗎 宋淼淼 都要走了 為什麼還要照顧我 明明知道你不會原諒我了 卻還是止不住的想多看你一眼 你 啊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宋淼淼 現在就只想跟她說對不起 那我 還能說什麼 沈彦慈 好 宋淼淼 我不用你的照顧 你走吧 不喜歡誓死而非的感情 你離我遠一點 沈彦慈 對不起 我好像永遠無法坦誠 我就是一個卑劣的騙子 是啊 沈彦慈我承認 是我騙了你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還有我裝病那次 夠了 你到底還要我怎樣 算了 宋淼淼 你真的不知道我為什麼生氣嗎 因為我騙了你 沈彦慈 那你也要放棄我對嗎 那可不可以不要讓我先走 我不想被拋下 宋淼淼 你 你就真的不知道 我是因為你要跟我離婚生氣嗎 可是 是你要跟我離婚的 宋淼淼 我只說一次 我討厭被人欺騙 討厭不受控制 我更不喜歡 看不到你 蘇淼淼 你這輩子只能是我的 然後 是的 你說 先 你不想可能 是 你不想要我 會很涅 你嗎 你 我 你會很涅 我們這樣子雙不算和好 你想的美 騙了我就想這麼過去 蘇淼淼求人原諒 是需要付出點誠意的 我希望回來之前 可以看到你的誠意 嗯 沈彦慈到底想有什麼 不如去他買件衣服吧 這下誰是一陣子 雷如飛你倒是堅持 可我三哥根本就不喜歡你這樣 倒不如你考慮考慮我 我把你受了 神經病啊 受 哎 你告訴我你想要什麼 我三哥能做到的 我按警話這樣能做到 哎 按警話你很好 但是我並不合適 你以後不要再來打擾我 我怕沈彦慈誤會 我哎 雷如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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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被人拋棄是這樣的感覺 可雷如飛 對我三哥是絕對不可能喜歡你的 三哥 你能不能跟你若飛說一下 你根本就不喜歡他 我 啊 沒想到你也有今天啊 你要是有事的話 我可以先離開的 今晚 你只要封好我就行了 那你 想讓我怎麼樣 乖女孩 我更喜歡 給我的驚喜 沈彦慈 今天這頓飯是我親手給你做的 你吃了以後 可以就不要怨慌了 好苦啊 怎麼可能啊 不苦啊 沈彦慈 你不是要 不苦啊 現在不苦了 很甜 什麼樣子 不漂亮 抱歉 看著你 實在忍不住我 那你現在 可以不省氣了嗎 或許再來一下 我就可以不省氣 淼淼 沈彦慈 沈彦慈 你不是要我 淼淼 我希望這次 心得主動 願不願意那就算了 不要不要 這樣就可以了吧 你看你以後還敢給我自己一本 沈彦慈別弄 看上我給你選的衣服 喜不喜歡 淼淼 這就是你 專門為我挑的 對啊 你不喜歡嗎 喜歡 我更喜歡 你把他穿著 沈彦慈想看我穿男裝 糟糕 拿錯盒子了 沈彦慈 沈彦慈 你聽我解釋 賤人 三爺都不要你了 你還來這兒幹什麼 滾出去 你相信我 我能自己解決 賤人生的女兒果然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和你媽都一樣只照搶別人的男人 當初要不是他非得把蘇家的媽媽 怎麼了 黃明你繼續說 我媽臨死之前到底說了什麼 你媽什麼都沒說 沈三爺 你就這麼看著他欺負我們娘倆 我們可 他可是你的救命人呢 三爺 他在這兒撿著污染我們家的空氣 快把他趕出去 等我們結婚了 我一定要 三爺終於知道我的好 開始仇我了 哎呀三爺 這兒給的太多了 我花不完的 我的錢只能給我的福 老婆 他救了我 你說 給多少合適 我 你這個賤人 這些都應該是我的 快給我 盛燕子 姐姐生氣了 我還是把這張卡給他吧 不然我會愧疚的 賤人 我打死你 夠 你是救了我 我會跟蘇順天談補償 至於蘇苗苗 她是我的夫人 你們要是敢動她 就別給我互留情面 姐姐 你就成全我不厭辭吧 我們兩個是真心相愛的 她有姐姐 屬於我媽媽的東西 我會全部等她 你是不是借人我 你這個借人我 淼淼 你人還小 還不懂家裡的規矩 你讓你爸好好教你呢 我 怎麼了 實驗詞 你會不會覺得我很惡毒啊 連自己的家裡人都要對付 不會 我覺得你像是一隻 長滿了刺的小刺猬 明明滿身是傷 渴望被愛 卻表示你永遠那麼堅強 你知道嗎 本來是爸爸為了錢 追求的媽媽的 到後來 卻覺得媽媽妨礙了他們的心 就連媽媽最後一面 她都不讓我見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們隱瞞了什麼 別怕 我會一直陪著你 沈燕子 你真好 我想 帶你去見一見媽媽 她一定會很開心的 好 我陪你一起去見媽媽 傻瓜 我會幫你解除一切事情 關於蘇家跟蘇淼淼的事 一見不落的幫我查清楚 蘇伊克 誰讓你為難淼淼的 你不想活 我還想活 你要是激怒了三爺 你就從蘇家給我滾了 爸 准三爺本來就應該是我的 你要幫我 閉 三爺也是你想的 給你媽一樣 都是個養子 蘇聖天 當初是你管不住自己我才有了 可 你現在還說嘴我呢 我跟你騙了我 好啊 跟個瘋婆子似的 簡直比不上我眼 你現在後悔了 我告訴你晚了 當初姜文雅死之前 明明立了遺囑把遺產全部都給了蘇娘的 但是是你藏了起來 江慎行也是你讓可兒認的 現在要是不幫可兒的話 代表咱們一死往後 我殺了你殺了你就沒有人知道了 把人放開了你放開 我殺人了我殺人了 我殺人了我殺人了 我殺人了 沒事 媽一定不會讓別人影響你的 沒事啊 沒事 媽 等我姐姐叫蘇娘娘 我一定會好好相信您的 很遺憾 很遺憾啊 蘇神天先生大腦嚴重受死 可能醒不過來了 這下 我就不用擔心那個老東西告訴江慎行真相了 蘇苗苗 你爸爸快來照顧他 你爸爸快來照顧他吧 蘇神天出事了 那你要去看看他嗎 我不知道 我會不會讓我給你 他還是很想讓他 我還是有一點心軟 你怎麼會不會讓他 我已經在電視了 你怎麼會這樣啊 我沒有在電視了 苏盛天先生曾经说过 如果他有事 他名下所有财产 将交给苏毅可小姐和苏苗妙小姐赞管 律师长安的决定有谁结果 苏盛天 你给我起来 你为什么要把财产给一个爷子 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 你给我起来 既然如此 不如死了干净 爸 你就放心去死吧 怪就怪 你竟然想帮苏苗苗 野种 怎么可能 妈妈明明那么爱苏盛天 可是 你们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苏苗苗 你装什么装啊 你不是很恨他吗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杀了他 你就可以捕他逼死你妈妈的仇了 谢谢 苏盛天 你就安心的去死吧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不会想到 我想找你 既然你不愿意宿生天死 那就你照顾他 冒费 宋淼淼 属于我的东西 我会一点一点都问 你怎么想 沈三爷 迟早有一天 你会发现我的好人 那个老不死的命可真影 他要是醒了 江胜行苏家 我可就都没有希望了 你放心 苏盛天怎么会帮一个言人 你是说苏淼淼 我怎么会让苏盛天碰别的女人 这事连苏盛天的自己都不知道 我这样才会不会让苏盛天碴 我现在又要 mening 我怀疑得是 我快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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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甩柏 还不够 我快想你 我快想你 我都不会 不可能 苗苗 会让你为了这种人遭了手 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这些事情解决掉 沈彦斯 这都不想自己来 不准受伤 不信了 就算了 走吧 好吗 好 不过 先跟我取个订 流言泛洋 我能找我老拳吗 保密 别说错了 原来是你啊 你没事吧 我的老婆 不需要别的男人来关心 白医生 施小姐 我可以和你 但不得了 不 可 我老婆没空 沈彦慈 我们只是朋友 你不要乱吃飞醋行行 你相信我 相信我好吧 我是严慈你放手 你们看起来 真的好心疼 是啊 当初还想让你帮着我一起骗人 对不起啊 宋淼淼 你 你真的是 让人恨不进来 你知道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发现我 开始渐渐的心疼 到渐渐的 爱上了 我真的很喜欢喜欢 是我的老婆 不过你内心不用亏竅 因为我要走 没有必要因为我 发现你的梦想 才没有呢 我只不过是 想去继续进修一下 如果他敢欺负你 我一定把你教你 这次不等你了 我 这次不等你了 我先走了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好奇 好奇 那不如你告诉我你要带我去哪里 好奇 好奇 那不如你告诉我你要带我去哪里 我就告诉你白医生说了 怎么样 你要是不想说就算了 算了 你竟然真的来陪我看妈妈了 妈 我带喜欢的人来看你了 我带喜欢的人来看你了 以后 你不用再担心淼淼受欺负了 那些爱你的人 我就是想说 不许多 有这一种 有这种 陈斯多 不许多 我发现我真的好爱 好爱 好爱 一个骗子都能得到如此的宠爱 那就不知道我们沈三少 怎样对我们家可儿呢 我自然会跟苏家商量 就不劳江总费心了 好啊 我倒要看看 沈家靠自己能走多远 我这个人呀 不要的东西会毁灭 不会便宜别人 去查 刚才他们来这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是 雅雅呀 当初哥哥要是回来早点 你是不是就不会死呀 不过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满足他所有的愿望 雅雅 不知道下辈子你能不能回来 看看我呀 总裁三爷是来陪苏小姐看望母亲的 但还没有查到是谁 一个小三 陪跟雅雅待在一个地方 赶出去 吩咐下去 切断和沈家的一切交易 是 沈焉慈 我跟你说白医生跟我说的什么还不行吗 苗苗你 你不是李若飞 安静欢 他是你嫂子 我问你是不是李若飞 安静欢 归为是 三哥 我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女人 你只是误会他救了你 你才去他他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安静欢 这个世界上的女人 只有苏苗苗一步 她是我的 三哥 这次真对不起了 我必须要和你争一争 小美儿 我上次送你的情趣内衣 你还喜欢吧 下一次送你黑色的 怎么样 你别胡说 小美儿 让咱们下次见 那一句实在是她的 谁要自己听我说 苏苗苗 你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招的男人 可是我只喜欢你啊 其实白医生跟我说的是 要做文性 你现在买了 你只能是我的 回去就把安静欢送你的内衣 验掉 你要想要 我自然会买给你 旁边你传给我看 谁想要内衣了 内衣 内衣是我给你送礼物的时候 不小心拿错了 你还说呢 要不是你说要把我送给他 他才不会一直站着 嗯 三哥 我跟你借个人 你不介意吧 哼 很带走 该死 我之前 一直以为是领若分 表表我 好了过 然后 我一定要再回家几个 他 他要满河满满的手 总裁 不好啦 姜总要和我们解除合约 我跟你一起念头 总裁 你说过 工作期间不能让外人进 那我出去 不用 总裁夫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在公司你更远超过我 对不起总裁 吓得这么快 好啦 我出去走走 你好 工作人员 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我的手 还有人在 没有人敢说我省心 是不是 看来是时候 要找姜先生谈一谈 你去看见淼淼 希望不要让她进一间房子 好 绝对不能让苗苗知道 我刚才结婚的天真 你 夫人 嗯 嗯 叫我苗苗就可以了 这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吗 你这么紧张 啊 没有 不过听说啊 这里面装着一个 总裁曾经最喜欢的女孩 他的眼睛和你的眼睛特别小 没想到这么多年来 总裁还是放不下呀 不可能 他怎么会把我当替身 淼淼 淼淼 不过你放心吧 你确实是总裁这么多年来 最喜欢你一个男孩了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他 我知道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他好像在刻意把我逼出公司 喂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去做了 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我不会拆穿你的 哼 蠢货 总裁 再等等 你早晚会是一个人 淼淼 哎呀 我知道 我这不是有女人吗 淼淼 宋淼淼 说 你把宾跟那到底弄到哪里去了 宋淼 我不知道啊 是他们 他们拿我家人为家我们的 宋淼 你说他给我一件机会吗 机会 你给过淼淼机会吗 我告诉你 淼淼要是有什么事 我一定让你跟他陪你葬 不用总裁动手 我自己亲自被赴隐 你前面自杀危险吗 我告诉你周雅之 你的十条剑影 都没有苗苗来的真会 总裁 他当夫人的位置了 三爷 三爷 只有我 才能包容你的一切 为什么总是丢着那个剑影房 带我来这里的人 到底是想对付我 还是沈彦慈 既然是你 贱人 没想到过 你还有今天 你就是靠你这张脸勾引的沈彦慈吧 你说 我要是把你这张脸毁了 他会不会要你 雷若飞 你可真可 你的眼里只有沈彦慈 可就算你躺在沈彦慈旁边一丝不挂 他又离开 闭嘴 贱人 要是没有你的话 沈彦慈爱的一定是我 我才是最配他的那个 雷若飞 你慌张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今天只要动我一下 整个林家都会被你抑脏 到时候你会成为林家的最人人唾弃的对象 我闭嘴闭嘴 我要是把你杀了 就不会有人知道 苏淼淼就交给你了吗 我要让他死了之后还被骂做狐狸精 十月子我真的要死 美人你就放心吧 我让你临时前快乐一下 是有钱人家的老婆长得就是娇闷 不过今天我张三也能发布远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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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同一位大王 ドン 承受 辛辱 你再磨下去 我可不甘保持 我给你做什么 你是不是傻 都不知道先找个地方睡一觉 这么操作 都变成了 还不是为了你 争想没良心 你以后不许这样 再一个人冒险 宋淼淼 你不是一个人 还有我 对了 林若菲的重要制度 他们 林若菲买凶杀人 已经被抓起来了 至于周雅致 你陪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们为什么要赶我走 我真的不是有厌害夫人的 我必须要有这份工作 把你留下来 谁知道你哪个人是想害水 你要是再不走的话 我可不敢保证这杯水 我可不敢保证这杯水 会不会泼在你身上 这是怎么了 夫人 夫人我求你了 你就饶了我吧 我知道 夫人 我我知道总裁是为了帮助你的 我也是卑鄙无奈 夫人 夫人我求你了 夫人 不要赶我走 做戏做够了吗 夫人 你在说什么呀 你演这出戏的目的 不就为了让我把你留下来 我若是不了 那岂不是我就是恶毒 毫无人性的女人 周雅致 你记住 受伤的是我 你没有道德 凭什么要道德绑架我 说得好 我沈彦慈的夫人 绝对不会受任何的欺负 至于你 可以滚了 你们一定 会求助 想要你们的谎言被拆穿 就按我说的去走 你 没想到 当初把苏淼淼没病的证据 给了这个蠢破都没有 这一次 有了僵世线 应该会更好玩了吧 没想到我的夫人 还有这样一面 你也觉得我太恶毒了 谁意思 你要是敢不相信我 那那我就 我 你就怎么样 苗苗 我真的很好奇 你到底还有哪一面 委屈的 柔弱的 凶巴巴的 你到底要给我多少惊喜 所以 你不觉得我还很怕 苗苗 我只想做你肆无忌惮的仪器 让你不必受这些委屈 以后都这样好不好 三爷 您的非证稿 吃饭吧 您是爱其他员员问人格 有这回事吗 苏美王女士 三爷身边只有这样一位你变员工 您是否担心三爷变形 才恶意财得员工呢 请回答我们的问题 实验词是怕我受到更重的攻击 才不敢还手的 坐 坐 苏女士 您是心虚吗 苏女士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大家快来看 三爷夫人打人了 三爷夫人就可以无法服天了吗 这是不给我们这些小人活路了 就是啊 有钱就能打人了吗 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炫扬出去 让大家看清你乐度的罪恋 我们作为记者 一定要制止这种不正的之风 今天一定要让他道歉 道歉 打人 欺负 你们知道什么叫欺 你们一个个的自诩 正以不分青红皂白的闯进来 逼着我道歉 我稍加反抗 就是资本家的床子 昨天暴露出来 你有一些个是储负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们是在完成我们的工作 难道您就这么不重视吗 今天 我绝对不会屈服的 你有不走的权利 我也有告你们的义务 星星传本 白光传本 你们就等着回去收我的船票吧 颠倒黑白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叔叔 夫人 其实我们也是说人挺酥的 夫人 您您就饶了我们这一次吧 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 是 是书家 这个时候他们到自己搜场的来了 书家的眼前是神经 你就这样放过他们 万一他们变本加厉的陷害你 沈彦慈 我知道 这个行业早就已经服较不开了 但是我希望这件事能够解决他们 早一日 我会有人因为这个明确的真相 我身上的伤害 你总是这样 想帮助所有人 可是苗苗 我真的不想你再受到任何伤害 我也想保护你 我也想保护你 你知道吗 苗苗 今天赵雅芝跟我说 也只是个天生 你已经有过喜欢的人 但是我没有信他 因为 我还怕他利用这件事情去伤害你 苗苗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只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好 只要你做那些为非人解的事情 我就会不查经理这些事 如果你知道了我取你的目的 你还会这么坚定的看着我吗 妈 这个人可真是厉害 这些照片足够让苏苗苗身败名裂 到时候 整个苏家就都是我们的了 你傻呀 现在还不知道那个神秘人是谁 那到时候万一拿着你的命运来威胁您 那时候就不好说了 妈 那怎么办妈妈 你帮帮我 放心 到时候沈三爷跟苏苗苗有一个乐婚 那个女人自然会露出马蹄 到时候还用她说的算了 至于现在嘛 要可以去看老婆的成果吧 不用了 我们来 你怎么在这 我不来 又怎么会知道我的好后妈和我的好姐姐 都安排了这么一部好戏 知道我怎么样 马上满江城的人都会知道 你苏苗苗恶意欺辱员工 你说 又有谁会支持向你这样的呢 苏苗苗 你注定是个手下败将 苏苏苗苗 苏苗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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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 不想离婚的人是我 如果这么缺男人的话 苏小姐可以去夜色 看吧我的好姐姐 不是我不想离 这是三叶她不想离 不是你这个贱人勾引三叶的 相信我 贱人 我看你变成丑八怪好吗 还怎么勾引三叶 打死你这个狐狸精害了 妈妈我的脸好疼 我是不是慧容了 你快帮帮我 苏淼淼 你敢伤害我女儿 我不会放过你 婷儿 没事没事 没破评没事 妈 都帮我杀死这个贱人 苏淼淼 你害我女儿插带慧容 你还想怎么样 这就是你明明向我的下场 苏淼淼 你也太嚣张了 像你这样的女儿 怎么会做三叶的夫人你 那就不劳您费心了 哦对了 你们应该还不知道 爸爸已经醒了吧 到时候水倒下 那会就必定了 没事 难怪你没事 走 苏淼淼真的醒了吗 这重要了 重要的是 那些伤害我妈妈的人 终于可以得到报应 苏淼淼 嗯 等事情都解决后 我带你去建那个屋子吗 那里应该都是你很重要的秘密吧 我不想让你为她 淼淼 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跟你分享 况且这件事跟你也有关 你应该知道 然后请你们 看我 你要是 知道 你的 小心 我老婆死了 躺著還不讓人讓我生 睡天了 你別怪我 你 你去死了 跟我來你們 你是個賤人 竟然敢欠我們 騙你嗎 要不是你們都好殺心 我要怎麼騙你兩母 現在證據確定 你們母女要在監獄裡逗給我 怎麼辦呢 你想要的三爺 和你想要的一切 現在都屬於我了 放開我 我沒有傻人 你們抓我幫你嗎 抓人家賤人 媽你快讓他們把我放開啊 警察先生 警察先生 我們 我們只是看別人太痛苦了 我們只是想放棄治療 這有什麼錯 宋淼淼 我知道你和我強奏裡的父親 可是這麼多年來 我對你也不保 你怎麼能胡笑我殺人呢 你真是喊了我的心 小姑娘後媽也是媽 你可不能給我良心 這也太不容道了吧 淼淼 你父親都這麼痛苦 你就讓他偷快點走吧 啊 我們同意 你要是再不醒 我真的要去死了 他真的會醒過來嗎 升天 你一直走好 啊 賤人 你敢對我動手 不可能 開門 大姐你去哪 爸爸醒了 我不開心嗎 爸爸以前做一次和你了 走吧 那你去去看門吧 你個賤人 敢對我動手 非要你好看 天哥 剛我知道錯了 天哥我知道錯了 你就原諒我這一次 柯兒 柯兒是咱兩個親生女兒 你不能眼看著他親戚令 姐姐 你居然對爸爸動手 難道你們想讓爸爸早點死 好繼承蘇家的財產 你別害錯了 啊 這次他倆害的我 趕緊給我把他抓進去 我沒有殺人 都是他殺的 跟我沒有任何關係 你快說人都是你殺的 柯兒 你快說啊先生 你快說人家 是我一個人 是我一個人要害生天的 跟柯兒沒有關係 生天 我求求你 你告訴他們 你說不是我一個人 就能跟柯兒沒有關係 你告訴他們 他 他 那肯天 你要是把柯兒送進去了 就變得辛辛苦苦 攪下來的所有猜猜 都會給一個鐵手 他不會背叛了嗎 淼淼肯定是我的女兒 別怕 等我在 哈哈哈哈哈 蘇生天 你不過就是一個從 小子裡來的臭小子 你又問還不夠 我娘娘弄金文雅 我告訴你 那天 我一早就把金文雅 送到別的房間去了 至於蘇淼淼 她是誰的建築 還不知道呢 蘇生天 現在還要把她採訪給你們一人 走嗎 我竟然真的不是蘇生天的女兒 這個賤人 竟敢隱瞞這麼窮 警察先生 就是他害的我 趕緊給我把他抓進去 我 你 我 一定不會放過你 臭 果然成是不足 拜託 你是誰 你只需要知道 我可以幫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沈彥慈 蘇總 任何你想要的東西 都可以親而認識 你以為你算什麼東西啊 竟然敢命令我 我可是蘇家和江家的大小姐 蘇淼淼 遲早會死在我手裡 如果蘇淼淼知道 江溫雅力離主的事情 你將用死 蘇一可 我們會再見 蘇淼淼 蘇淼 你們竟然敢把我媽送給別人 你配留在我們一手創建的蘇淼 閉嘴 你懂什麼你 他不懂 蘇淼 你倒是跟我說說看 我夫人他 都做了什麼 那你這樣對待他 哎呀 三少爺 您不懂 淼淼她媽 不是太強勢了 所以我受不了 找其他女人 還是幫你 瞧瞧瞧瞧瞧 沒有吧 哎 已經 我也是 淼淼的父親 父親 你也配 你不要你我還想有錢 我沒有一個把自己妻子 封鎖送給別人的吧 我沒有一個連媽媽最後一面都不讓我見了吧 你 你懂什麼他就是個賤 他把我所有的財產都給了你 認識嗎 這些都是我的 我的 俗世賓 俗世賓 你簡直衝生不如 畜生 你沒懂是吧 既然知道 又能怎麼樣 你有這句話 這不一定 所以 我會叫你和王明一起送進監獄度過於世 像你們這種愁入 就沒人帶著下水刀了 淼淼 好好的 聽話啊 當著三爺的面 我會分一些財產給你 不至於你與蘇家沒有關係 哦 苗苗沒有證據 那我呢 不知道這 足不足以讓你關進去 如果不夠 我沈家 就算是傾家蕩場 你要找出你們的騙的證據 蘇總 敢不敢跟我賭一把 就賭我 什麼時候能把你關進去 三爺三爺三爺 我錯了我錯了 你饒了我吧 求求你饒了我吧 叫三爺 苗苗苗 苗苗 被砍在父親揚你的份上 饒了我吧 我把冬家的牌子都給你 我錯了我錯了 求求你們 放過我嗎 蘇春天 你就在監獄人好好的撤 苗苗苗苗苗 我才是蘇家唯一的女兒 你憑什麼把蘇家給蘇淼苗 混蛋 我還沒有死呢 就想著蘇氏 你是不是罷不得蘇淼苗 把我送進監獄 那你就進監獄啊 反正你活不了今年 你不會幫幫我 我一定會把蘇家 翻搖光大的啊 混蛋 就是把蘇氏扔了 也不會給你的 黃律師 我不是故意的 都怪蘇淼苗 要不是蘇淼苗 爸媽也不會這樣 現在 去找江盛行 這蘇淼苗剛走蘇勝天就死了 你猜 神燕淼苗 沈雁慈 為了保護蘇淼苗 會不會答應你的任何解決啊 啊 沈雁慈 你說這個世界上 為什麼你從來就沒有從 而終在一起 為什麼 他為了錢可以放棄任何流行 當然有了 那比如我 苗苗 你就真的不考虑考虑我吗 当然有了 比如我 苗苗 你就真的不考虑考虑我吗 她不需要别的野男人送的话 我夫人想要 我自然会 三哥 一个有魅力的女性 她是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权利的 那说不定 苗苗就喜欢我这种玫瑰花 安静欢 我看你最近很闲啊 不如我跟伯父说 送你去挖炮 三哥 那人家都说了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兄弟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闲的 那你让给我怎么了 让你 谁若动我衣服 你断她手足 那不如让苗苗自己选 这位美丽的女士 你愿意 和我有一个美好的约会吗 四明亮 你说 你选谁 你选谁 苗苗 你 看情况 玫瑰很好看 但是并不属于我 我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玫瑰 我 我已经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了 可惜她注定不属于我 好好对 要不然 我会放过 我一定会抢过来 但是并不属于自己的玫瑰的玫瑰 你只能是我的 四明亮 你属狗 你属狗的吗 苗苗 我属于你 苗苗 我真的很高兴 每次都能被你选择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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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什么意思 不管结果如何 而且四个鸡蛋的在这一次 苗苗苗 我爱你 直到我生命的中间 我要 直到生命的中间 苗苗 我写 实验词 写 就带你 你的意思是在家里可以了 你 死了 你想干什么 啊 你说 还没干什么 啊 啊 嗯 好完美 四妙妙 你这个大四明 怎么能穿着实验词睡觉摸他 可是 真的好帅 再摸一下不会被发现吧 你再动一下 我可不敢保证 对你做点什么 有没有 沈 沈 沈 你骗我 你根本就没事了 不然 怎么发现你这么可爱 沈 沈 沈 有人来了 不用管他 今天 是我们的时光 你还是 快去看一下 你 我发现谁啊 苏苗苗 你的一切 马上就都是我的了 舒胜天死了 不知沈夫人有何感想 只不过是一个无耻之土罢了 他早就不是我的父亲 你要是想让我料理他的后世 那你恐怕找错人了 你应该找苏义可 他才是他的主人 你们三番五次来我家质问我夫人 莫非是觉得我沈家好惹不成 我倒是想问问江总 是不是真的要跟我沈家作对了 现在所有证据都证明 舒胜天的死是舒淼淼干的 沈 沈 沈 你是选择一个把仨人犯做妻子 还是和我们江家的女儿 舒适谁飞 我想沈总 心里一定会有答案吧 沈三爷 我一定会照顾好家里的 苏苗苗 你还不赶紧滚 不要等我叫人犯赶出去 苏苑可 你还是一如既往自信 只可惜这次又不能让人犯了 不可能 我有钱有盐 不知道比你好几万倍 三爷肯定会选择我的 你还不赶紧滚 否则等我把你送进监狱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坚持多久 不错啊 我想沈总心里一定有答案了吧 那我家一可 没错 那就请沈总开吧 好 好得很 在这座城市 还没有人搏我的面子 既然你深重 选择爱别人 不爱相散 那就别怪我 不客气了 可儿 我们走 我不要 舅舅 我一定要得到沈三爷 从小到大 只要是苏苗苗的东西 只要我要 我就一定会得到 为什么这次就不行了 我要是得不到沈三爷的话 我还不如去死了算了 雅雅 要是你在 你也会希望可儿 嫁给沈妍子呢 舅舅 难道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在乎我妈了吗 我妈妈临死前 生怕我受别人欺负 没想到 最后是舅舅你不愿意成全我 要是妈妈知道了 恐怕再也不愿意见到你了吧 苏小姐 我劝你 还是主动放弃吧 这样的话 我会把你的证据全部出来了 嗯 难道啊 沈家 愿意娶一个 争不兼具的女人 苏小姐 你自己 只要考虑清楚 做个选择吧 可儿 我们走 哼 贱人 三爷注定是我的 我劝你自己乖乖离开 别怕 别怕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我没怕 只不过 杀死苏小天的凶手 一定令我起来 我立刻派人去查 我之前一直没有找到这张照片 没想到在这里找到我 妈妈 你也想淼淼 别怕 别怕 有我们就知道 陈燕子 你说 如果妈妈知道孙生天死 应该会开心的吧 当你真正放弃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在意他任何动向了 对 对 妈妈 淼淼好笨 淼淼找了舅舅这么久 一直没有找到她 我们就不放弃了 妈妈 你看到了吧 淼淼淼 你 现在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妈 妈 妈 淼淼喜欢你啊 妈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好淼淼的 你 陈燕子 刚刚谢谢你 你一个小没良心的 我这是为了谁啊 以后 以后不许再哭了 糟糕 难道鸦鸦的照片掉到沈家了 柯尔 你妈妈的照片掉到沈家了 我去走 贱人 周志雅明明把照片给我了 怎么会 不行 绝不能让江山西发行的 你 杨杨 多亏格格不好 我这就带你回家 江总 你快点 杨杨你没事吧 江总 我沈家还不至于落魄的能让你来为非作歹 欺负我的夫人 你觉得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 为非作歹 书淼淼 你作为一个小三的女儿 逼死我妹妹凶手的女儿 在你沈家享受着这一切 这不过分了 书淼淼 我告诉你 你在沈家的一线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江总 恐怕你误会了 这个照片上面的不是你的妹妹 而是我的母亲江温雅 对了 旁边的这个是我的舅家 虽然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但是她很爱我 也很爱我 书淼淼 你可真够无耻的了 为她达到个人的目的 不起利用死人 我告诉你 我妹妹只有一个女儿 就是她 苏一可 至于你 不配 怎么可能 燕子 她明明是我的妈妈 怎么就变成了苏一可的妈妈 这些都是假的对不对 你告诉我 江温雅是我的妈妈对不对 我们都被骗了江总 苏苏才是江温雅的女儿 苏妮可 才是小三的女儿 那我的爸爸是谁 我想知道 到时是谁生下阿妩 你才没有找到 不可能 不可能 苏妞 才是雅雅的女儿 为什么骗我 我明知道苏生天是被你杀的 可是我不敢相信 雅雅的女儿会杀人 怎么猜一点 把雅雅的女儿给害了 你 他已经走了 这种人不知道我们在书上 警察也是在外面等他 医生 他将和王明一起在监狱里 记住 就这一次允许你们单独见面 下次一定要带上 苗苗 我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想 真相 我怎么就没早看出来呢 苗苗 都怪我 都怪我 雅雅 我对不起你 雅雅 舅舅 妈妈没有怪过你 我也没有 女人是我的最亲最亲的人 妈妈 让我告诉你 她后悔了 她后悔了 回来了 你觉得可以吗 远迟了 老套 哎 不好意思小姐 你跟我去换一套衣服吗 等我一下 啊 孙爷 苏乔义的他亲自了 就在三十零一 你不是看了吗 三爷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了 而苏淼淼 就会成为人人喊打的引导敬 小梅良心的 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万一我真的被那个女人 我们三爷绝顶从 怎么可能会被骗呢 我可是最爱我的家三爷了 苏淼淼 你就仗着我对你的宠爱 无作非为 从我去干净乳 沈彦慈 我真的很爱你 嗯 这下 所有事情终于结束了 嗯 沈彦慈 那你可以告诉我 我的亲生父亲是谁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查到了 我们三爷哪有不知道的事情啊 是这就 所以你没有机会告诉我对吗 嗯 那还是不要告诉他 如果他知道 我们有机会在一起 这会错过 一定会比较 哦 所以这件事 你什么时候告诉我 那扇门里面的明明呢 嗯 明天就写 苏淼淼 不想再追你 不认合你 哦 走吧 苏淼淼 我的秘密就是 我娶你是续毛已久 早在很久之前 我就想要娶你 你 是年少时的心动 你是 余生的唯一 好啊你 这人骗我 把你以后都不准离开我 你 你 你 我